位于积极镇内的本草自然观光工厂 日前举办新品发表会 县长林明珍指出 本草自然位于积极镇内 不但有自己的产品 所产出来的品质也非常好 非常难得 难得现在积极小镇 今天有一个这么的 本草自然的生态园区 这个是一个观光工厂 也是专门在铸造 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香皂 还有这个洗法经 各方面的书洗用品 会长欢迎各位 如果来到积极游玩 欢迎你们到我们这个 生计园区来参观 本草自然董事长林昏勇指出 本草自然以前是做代工的 从以前就秉持着 环保爱地球的里面来经营 我有一个心愿 从一个本草自然的一个品牌 我以前是从一个代工 25年前是一个代工 那我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有一个从事 一个绿能环保的概念 这是我们的宗旨用心做 本草自然是勇于爱护地球 绿能环保的精神概念 那我刚刚是用的是 本草自然的拍手乳的方面 其实用在脸上拍在脸上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感 清透西肤这种凉爽的感觉 县议员萧志全表示 环保绿能为现代的一项政策 小议员肯定本草自然的用心 也期盼其他观光工厂都能够跟上 我们知道本草自然 他们相当强调就是以环保绿能 来作为他们整个公司经营的一个理念 我相信他们的以天然自然的原料 来制作产品 应该可以对保护地球这个观念 应该能够值得大家来跟他推广 还期待我们南投县的所有的观光工厂 都能以爱护地球 爱护我们的生活环境为重点 环保爱地球为现在的一项重要政策 而本草自然也以这项政策为出发点 希望借由观光工厂新品发表会 除了带动地方经济以外 也能让更多人从中了解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记者邱平宜积极采访报导